来自台湾之一 Altica 大家好 我是钟夏军 来自加拿大 我今天要讲那个话题就是 用中文片学生 因为我住台湾很久了 已经13年了 当老师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 因为每天 可以跟很多各式各用的学生相处了 所以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有一次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新来的小朋友来了 所以我的同事星期二告诉我 我们今天有很恐怖的小朋友来了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Julie 他看到我就开始哭 他很害怕外籍老师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麻烦 所以星期五轮到我的时候 我进去教室 就马上知道Julie是谁 因为他马上开始一边哭一边叫 我不要外国老师 我不要外国老师 他很怕 那时候同时有很多小朋友 然后开始跟我说 他很怕你 他很怕你 真让我头大 所以刚刚我想到一个很好的计划 就我跟那个学生说 Julie怕什么 当然他们回答就是 他怕外国人 我做了一个很严肃 很凶的表情 跟他们说 这里哪有什么外国人 他们都认了一下 他们都认了一下 Julie也没有哭 然后我继续骗他们 跟他们说 为什么你说我是一个外国人 我跟你们讲国语的 我是在高雄长大了 然后他们都相信了 我就骗他们 他们都相信我是台湾人 他们觉得跟我玩得很好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下课的时候 Julie来我这边找我 她说老师 你明天再来找我们 她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用中文 学中文是很好 可以很好玩 也是很有用的 我学中文就是 可以跟学生沟通 她也不再怕我 读中文 也会更能了解台湾的文化 而且 学中文 我可以更爱台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